大家好,欢迎收看小丽说电影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 虫师第三话,柔软的脚 在大雪纷飞的冬季 虫师银谷说要来到一个宁静的村庄 这个村庄一到下雪天 就没有一丁点声音 甚至连说话的声音都会消失 每当这个时候 就会有人换上耳机 附近的医生们都对此束手无策 村长猜测可能和疫情之物有关 所以便将银谷请来 银谷在观察村民们的耳朵时 发现他们耳朵里依附的绿色粘液 他判断出这是一种名叫云的虫引起的 长得如同蜗牛一般 专门以声音为食 他们原本吸吸在森林中 但大雪将声音覆盖了 为了生存 他们只好舍弃外壳 寄生在人的耳道里 银谷让人准备一盘热水 将盐倒了进去 之后再调盐水关起人的耳朵里 虫就这样被赶出来了 银谷告诉村民们 只要把盐撒在屋檐上 云就不会再出现了 村民们的问题是解决了 但还有一个难题 那就是村长的孙子真火 他是双耳患病 从去年冬天开始 真火就听不到周围的声音了 但奇怪的是 他可以听到普通人听不到的声音 比如在这牙雀无声的血液 依旧能听到嘶语声 呼鸣声 而且头上还长出四只鸡脚 就算堵住耳朵 声音还是会从脚钻进去 通过真火的症状 银谷推测出 这是一种名叫鹅的虫 他和云一起行动 会吃掉云制造的无声 一旦被鹅寄生 就会无止境的接受声音 精神就会不断的消磨 最终会在第二年冬天 衰弱而亡 而且鹅的数量很少 相关记载更是少之又少 像盐和药材 对他根本无效 极难治愈 为了更加的了解鹅 银谷用烟雾 将声音隔离起来 真火的耳边也有了片刻的安静 他所听到的声音 就是虫发出的声音 一只虫的声音 虽然很微弱 但无数只虫的声音 叠加在一起 就会变得恐怖 每当他觉得特别吵湿 就会学着母亲的样子 捂住耳朵 据真火所说 他的母亲和他有一样的病症 在去年冬天去世了 但奇怪的是 妈妈在临死之际 完全听不到声音了 还用手捂住真火的耳朵 说了些什么 不过他已经不记得了 银谷很奇怪 真火的妈妈 为什么在临死前 什么都听不到 既然听不到了 又为什么要捂住耳朵呢 思考间 他看到准备外出的真火 真火说 自己一直待在屋内 很闷 想出去散散心 还请求银谷帮自己保密 看着如此可怜的孩子 银谷同意了 可没过多久 天空就下起了大雪 越下越大 而真火却迟迟未归 因为担心 银谷便出门寻找 当他走在寂静的雪地 听着几乎不存在的声音 银谷似乎领悟到 真火妈妈临死前所说的寂静 那是因为收听了所有声音 才无法听清每一种声音 他捂住耳朵 不是为了隔绝声音 而是为了能够听清楚 某一种声音 随后银谷在一个山洞里 找到了正在避雪的真火 当真火正和他说什么时 他却突然听不到声音 他抬头一看 发现山洞里就盘踞着无数只云 他们一窝蜂地朝银谷的耳朵冲去 不过银谷却没有丝毫慌张 他在众多云中找到了鹅 并让他钻进自己的耳朵 之后他又让真火捂住自己的耳朵 真火照做后 他耳朵里鹅就变成粘液 消失了 鹅的弱点其实就是其他生物活着的声音 人体本身的声音 对鹅来说并不是舒适的环境 因此被鹅介绍的人类 要么衰弱而亡 要么被鹅溶解 虽然真火的母亲 最后明白了其中的奥秘 但却因为身体太过虚弱 失去了生命 当真火捂住耳朵时 他仿佛听到了妈妈临死前对他所说的话 与此同时 鹅从他的耳朵里消失了 头上的鸡脚也随之脱落 故事最后 银谷拿走鸡脚作为报酬 他知道真火的世界突然安静 会有些不习惯 为了安慰真火 他给真火留下两个小鸡脚作为纪念 并告诉他 等到明年春天热闹起来时 一切就会过去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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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